開車囉 加油 喂喂 大家好 今天要講的是Lighting Hades 那大概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是K王 平常就是在玩Java跟Android 然後有玩一些JavaScript的東西 然後現在主要公司在用Hadoop跟HBase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常常有人可能有看到這一個文章 有人會覺得說這很像我 那這個我就覺得 我剛剛多講一個對 那我也不是這個 因為上次去Ant的場子 去那邊聽那個Bail盒 去聽license的東西 然後有人說我長得像C蛇 我不是C蛇 C蛇今天沒來 然後那天去找C蛇拿Web進行的東西 又有人說我像C蛇 我說真的不是 C蛇是這個 對 我是這個 差這麼多 霸氣跟宅氣 OK 那上一次報Lighting Talk的時候 是 是 那些年 我們一起用高橋流的時代 如果大家還有記得什麼是高橋流的話 那其實是前 大概有快六七年前 對 那那時候是用 那個講Lighting Talk 在那個 OSDZ2007 的時候 然後講那個URMAP 在Business上面的發展 那時候我 我Notebook還沒有用 跟那個JSERV借了一下 可能他也忘掉 好 那 前幾天 之前有聽到那個 OSDC好像要停辦了嘛 對那 就可能要 讓我們去叫OSDC-TW 好 停停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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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快三秒鐘 好 那進入正題 再講這個東西 呃 今天要講的是那個Hadis 那 這個Hadis我上次聽 蟻人 沒有 其實是 ent 因為他在今年的Modernweb 那個Modernweb講Radis 但那個也是我 真正開始在看Radis這個東西 對 那一開始 我們一般用Radis是怎麼用的呢 那 一般可能就是有Cline 然後去 那個EpicRating Server 然後去問Radis的資料 那沒有之後就回去 然後再問原本的DB 再回去AP那邊 然後再把資料寫進Hadis 然後再回傳給Cline 對 那可是 像我這邊做Hadis 因為我看到 我覺得這樣做的那個速度 感覺會不夠 不夠快 所以我改成怎麼做 好一樣 Cline去AP Server這邊 然後他直接去Hadis Hadis直接去連DB OK 然後DB直接寫資料回Hadis 然後 回AP Server 然後直接回Cline 就少了一個 少了一條路徑 對 這樣子感覺是比較快 然後怎麼用呢 用原本那個 Redis的一些設定 我加一個設定檔 比如說我要用 因為我跑那個Hbase 這邊有CDH或是MySQL 等等相關的東西 OK 然後再來要怎麼Run 用原本的 原本的那個 Redis的Cline 然後直接去Run 比如說我要做 我這邊直接Gate 然後我可以下 那個Select 新FromUser 就直接繞出來 然後這邊有加一個 Ruby的那個 Band的那個 那個訊號 就是說我可以直接去 如果我要去做 那個Ingraded的話 可以直接這樣 這樣下下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 我在今年HadoopCon 就是 9月19號 然後有一個Talk 去講一下這個Hadis 然後可想而知 我們後面會有Hadis Everywhere 然後MySQLCon 2015 ProgramSequel MongoDB 卡戰鬥 等等像這樣子的 請蔡英文放過Hadis 超偽頭科P 好 那現在的那些東西要做呢 那個 主要是Memoreleak的問題 因為C真的 我覺得很難寫 因為我平常是寫家吧 支援做資料庫 現在是只有支援 那個MySQL跟Hadis 還有原本多版本的 那個Redis 因為現在是那個 Based on 3.0 的Redis去做 然後模組化 用Git的模組化 還有那個 難免過戰問題 這是之前 前幾天去上那個 Threatenhold的那個 RDBMS的課程 他有稍微跟我講了一下 OK 最後 We need you 但是 No Infect I need you OK 好 大概是這樣 謝謝 好